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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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管理是什么 如果你在管院念了一阵子书的话 应该就挺清楚的 但我们这里有很多 不是的人 所以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它基本上是一个讨论作业的事情 作业不是你回家写的那个作业 作业是公司里面的一些Activity 所以小制比如说 我Assign你明天早上的时候 去帮店开门 这也是一个Operation 或者是工厂里要生产东西 工厂里要叫货 你要帮你家的产品订货 或者是决定你今天如果是快递公司 要从哪里送货到哪里 都是Operation或是Activity 那在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是50年前或60年前吧 这个领域的一开始是叫Production Management 所以它就是讲生产的 就是生产有一个一个作业 把料拿到某个地方去 把某两个料堆在一起 然后把东西放进机器把它吐出来 决定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 谁来做等等 那今天领域一定会往外扩张 跟别的领域互相merge在一起 所以现在如果你说服务管理 决策分析、供应链管理、营运管理、决策 什么什么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就是有互相overlapping的课程 好那么你想想看服务业有什么Activity 需要你决定也是很多对吧 你服务业一样要定价嘛 然后你服务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存货 比如说你今天的服务如果是在小木屋松饼 卖松饼的话 你也是要有松饼要有起司要有玉米 不然东西也是做不出来 所以你一样有这个订货的问题啊 你一定要决定就是派谁去做这件事情啊等等 所以本质上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那最传统的作业管理的issue大概有四个 个人意见啊 仅供参考 第一个就是生产嘛 所以就是你在工厂里面生产的规划和排成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谁来做 因为你家的工厂一定就是产能有限啊 你就是只有五台机器 就是只有八个作业人员 然后订单非常非常的多做不完 那你就要决定接到什么程度 谁来做 怎么做 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要盖一些营运据点的话 要盖在哪里 你要盖7-11啊 你要盖麦当劳啊 你要盖这个理法厅啊等等的 你要考虑这些事情 然后呢你要管理存货 这刚刚讲过了嘛 最后就是你要管物流跟运输 不管你是专门做快递的也好 或者你只是控制一家公司 公司里的物东西还是要流来流去的 所以这些就是typical的作业管理的issue 那我们今天挑一些跟大家讲 我们这个课叫做 Programming for Business Computing 你看中文看不出来 但是看英文其实是很明显的 它讲的是我们写程式可以帮我们在商管领域里面的computing做一些事情 那写程式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也可以写程式来比如说 convey information to your customer 你也可以呈现资讯 申报表给主管看 都可以 但我们这课讲的主要是computation的部分嘛 所以呢这也是今天的focus 那因为我们做的是computation啊 所以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要写一些这个程式来解一些om的problems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运算 所以我们就要写演算法 那Algorithm这个字就是演算法的意思 它大概是在讲什么呢 一个演算法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step by step的过程 所以首先你要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你说好我现在想要知道在场一共有多少人 这样子 这也是一个问题嘛 那针对一个问题你设计一个step by step的方法 让你的每一个step都做得到 precisely describe what to do at each moment 让你的每一个step都做得到 然后最后那个任务会被complete的话 这样就是一个演算法 比如说我就说啦好 全部的人都做了不要动 我一个一个数 这样也是演算法 或者是我说全部每一个column的第一排的最左边那一个人 站起来数 数完了以后加起来回报 那也是一个演算法 只要你能清楚的定义每一个步骤要干嘛 而且每个步骤都做得到 这样就是演算法 那不是演算法是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我就说啦 接下来给大家五秒钟 每一个人自己喊你是从那边数来的第几个人 喊完了我就知道我们班有几个人 这个就做不到嘛 做不到的事情就不是演算法 或者是我说 等一下我要闭上眼睛 想像我们教室里有几个人 那就是几个人 那也不是演算法 所以总之呢 你就是要describe你要做 所以今天有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是如果你想要帮你手上的扑克牌排序 那你玩各种扑克牌游戏的时候 经常需要这么做嘛 比如说你要由小到大牌吧 那可能的做法是这样子 你呢 会先把牌在你手上排成一系列 对吧 然后呢 总是会有一张牌是现在是最左手边 那接下来我就会看第二张牌 我就会看第二张牌 要不要移到左手边那张牌的前面嘛 如果比它小就移过去 比它大就不要 然后呢 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就有两张牌被排好了 我就看第三张牌 它到底是要移到最前面插在中间 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 然后就有三张牌被排好了 然后就依此类推 所以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 每一次我就看着现在还没有排好的那一张牌 决定它应该要被插在哪里 然后就完成一个sequence of sorted cards 然后就弄下一张 然后就弄下一张 直到弄完为止 那这个演算法好或不好倒是很难讲 但是这个演算法很精确 而且做得到 而且做完了以后就会打到你的目标 这样可以吧 那就是一个演算法 其实就是step by step的步骤而已啦 所以呢 我们今天希望你做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写detailed description of actions such that each action is doable 这个某方面来讲 就是听起来很玄的运算思维 就是我今天想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方法 是透过描述一个演算法 或是描述一些一系列的 连续的有次序的精确的步骤 我透过把事情大的事情 decompose成许多小步骤 并且对他们做精确的描述 来帮助自己厘清这些事情之间复杂的关系 或者是我该怎么做 它某方面来讲就是运算思维的基础 就是你解决事情的方式比较偏分析偏理性 偏各个急迫偏有次序的进行 而不是好我要 然后就没有什么下文这样子 那运算思维当然有更深入的东西 比如说同样都是排扑克牌 一定有不同的方法嘛 不是只能这样子排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要知道 这个演算法还是那个演算法好 那就有很多issue啦 比如说谁跑得比较快 或者是谁用的记忆体比较少 那就有各种不同的规范 那我们这个课基本上不讲这些啦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学期末会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学这些东西的话 以后要学啥 那今天先不管 今天针对一个特定的任务 只要你能写出一套正确的东西就好 好 所以呢 后面要跟大家讲一些 在排承存货还有需求预测上面的简单的应用 在那之前我们要帮大家补一点preparation 就是我们还没有介绍过 但今天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string和lis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东西是干啥 好 截至你的作业二为止啊 你们大家在读取资料的时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都是给你一个档案 里面有好几行 每一行有一个数字 然后你就input,input,input,input 然后就搞定了嘛 应该是这样吧 好 那事实上呢 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有的时候要吃非常大量的档案 然后再来做点事情 你档案里面可能有三千个数字 五万个数字 这个都有可能 那档案如果五万个数字排成一排 然后一个 一排一个数字就很愚蠢了 所以你可能会做一些grouping 那我如何能够读取一行里面的许多value呢 是一个很基础的事情 但我们还没教过 所以我们来教一下 今天如果我要吃很多很多的数字 那么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子 就是我把值存在一列里面 并且用空白键隔开 或者是用豆点隔开 或者是用其他的分隔符号隔开 delimiter这个字就是分隔符号的意思 比如说如果我跟你说 作业三是你有一列 一列里面有五个数字 中间用空白键隔开 请你算出这五个数字的和 假设是这样子 那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读那一列 并且把它们变成整数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那如果这五个数字是五行 一行一个数字的话 你就input int五次 然后加起来就好了 对吧 所以你现在只需要有办法读一行进来 然后把它转成整数 就好了 你当然不能直接转啦 因为这一行连着这些空白 或者连着这些豆点并不是整数嘛 所以你要把它们切一下才行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呢 用豆点隔开是一个特别容易遇到的事情 因为有一种这个纯文字的档案叫做csv 可能有些朋友也看过 comma separated values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档案 虽然是纯文字档 但它本质上是想要表现通常是表格 所以呢 每一列里面的值就是用豆点隔开 豆点隔开大致上就是表示换一个column 换一个column的意思 那么这样的话呢 csv这种档案 事实上用excel 或者是其他的试算表软体就打开 因为反正就是看到豆点就换下一个column 换到豆点就换下一个column 那换句话说csv这种档案既然很常见 你就在未来要做computation的时候 很容易的大家做资料交换就是用csv 比如说你今天用excel做了一个档案 然后呢算算算算算 好结果都算完了 那比如说全班同学的成绩啦之类的 我想要把这个档案传给我的同伴 或者是传给电脑要他跑的时候 传excel并不是很方便 理由是excel里面除了这些数字 以外还有一大堆其他的资讯 颜色啦位置啦字型大小啦 什么公式啦之类的 这些你可能都不想传 那你要传的话呢就是浪费大家时间嘛 浪费网路频宽啊传的又慢啊 电脑处理起来也慢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把它转成csv 然后再传过去 大概是像假 比如说myntu上面 老师可以下载全班同学的成绩或者是资料 他下载下来的也是csv 并不会给你下载个excel 好 所以呢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处理这些资料呢 讲起来也很简单 我啊 首先就是要利用python的这个自串处理的功能 来做这件事情 python这个东西如果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 特色之一就是处理自串很方便 他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可以帮你处理自串 那这个主要是如老师会教大家 我们今天呢就教点简单的 首先如果我要吃align of data 我们就会呼叫input嘛 对吧 如果我呼叫input 然后把刚刚那一串数字 连着逗点或是连着空白键丢进去的话 那我们就会得到那一个自串 我去print它就会print出东西来 这没什么特别的 那当然这个时候这家伙只是一个string不是数字 所以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一我把它们切开 然后二把切出来的substring变成number 然后再把number放进一个list 以便我之后可以做一些事情 切的方式是这样 好大家回去试试看就好了 就是input进来的东西 我把这一个被input 伸出来的字串 后面点split 这样子出来的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五个substring 依照空白键的位置来切开 这样子 那这个动作是在做什么 它当你不传任何的参数进去的时候 它是用空白键隔开 当你传豆点进去的时候 它就用豆点隔开 当你传别的符号进去的时候 它就用别的符号隔开 这样子 所以比如说上面这个吧 如果你split里面传豆点进去 那因为这里面没有豆点嘛 切出来就还是一个string 不会变成五个string 那下面这个如果你传空白键进去的话 或者是你不传东西 那预设用空白键 那就会切出来就是一个string 而不是五个string 所以呢稍微再讲一次 你input的东西是一个字串 对吧 一个字串被切成几段了以后 就会变成几个字串 或是有时候我们叫它们子字串 substring 那么到底要怎么切 就看你这个split 里面呼叫什么东西 那你传进去delimiter 它就把它拿来切出来好几段 这样子 那今天grade这个东西又是什么 它也是很有趣 我切出来的东西 它被切成五段 被切成五段 然后被传进grade里面了以后呢 printgrade 它到底会print出什么东西来 以及grade本身是什么 我们说它是一个list 今天理论上可能是某些同学第一次看到list的这个词 它基本上是python里面的一种资料形态 你以前写过整数 写过小数 写过一些字串 那list是另一种资料形态 它就是清单嘛 list里面你可以装很多东西 每一个东西是一个个体的elemen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用split切出来的东西 会被放进一个list里面 这个list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ordered container that stores items 所以这个盒子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 而且是有顺序的 你有所谓的第一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 第三个东西 依此类推 就像你有时候有工作清单嘛 你在你的笔记本上写的工作清单 第一今天早上要睡觉 第二今天中午要吃午餐 第三今天下午要回家 就是没有要上课的意思 好 那你的就有123 那这里面的list也是一样的 list存item item可以是整数 可以是小数 可以是自串 可以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而且item可以被indexing operator取出来 好 那这个indexing operator呢 这个就是一个中括号 你在中括号里面放 这个第几个东西 那那第几个东西就会被取出来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 今天先打一串字进去 然后gradeStream 然后gradeStreamSplit 跑出来我们说它是一个清单嘛 那它里面呢 事实上就有五个东西 这五个东西每一个 你把它个别地取出来 是做得到的 只要你知道第一个item的index是0 第二个是1 第三个是2 那么你传0就是告诉他 给我第一个item 你传2 它就会给你第三个item 依此类推 那印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呢 你直接印第一个当然就是1嘛 那第二个是3 那3乘2就会变成33 这个有印象吧 因为这是自串嘛 所以换句话说呢 你只要打这个中括号 里面传相对应的这个index的位置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所谓的 那一个item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item拿出来 做各式各样的运算 那么对于清单 有一种东西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可能很常需要知道这个list多长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用then这个函数 它当然就是dance的缩写啦 所以比如说如此这般如此那般 你再对它取dance 那它就会得到5这样 那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到底这个函数名字叫dance还是then 那幸好你在写程式嘛 你就试试看 欸compile下去错了 那就是then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忘记 python里面的string 要怎么算长度的话 那这个问题呢也不是问题 因为你只要查一下就好了 比如说 假设我忘记 python里面的list 要怎么取长度 那我就查查看 我就python list dance 这样 然后呢你就开始随便google google就会出来一大堆东西 how to get the length of a list of lists in python 这个看起来很难的样子 how to get the size of a list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点进去看看 然后呢你就看到它就说啦 诶如此这般 如此那般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诶 the then function can be used with a lot of types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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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想起来了 对就then 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个感觉 那拓迟或早的 你们会持续做这件事情 你们就一直看到一个网站 叫做stakeoverflow 那名字就不管它了 反正就是一个论坛 上面大家会问各式各样的问题 以及有各式各样的人回答 如果常常看它的话呢 你就会顺便看到 有一些人会问问题 底下的人就会骂它说 你这个问题有人问过了 或者是你怎么不爬文 或者是你这个问题问得很不精确 之类的 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会不会问问题 当然就会决定你得到的答案的品质 跟你用PTT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有一些同学他前几个礼拜陆陆续续底 开始有人使用Piazza问问题 你用Piazza问问题的时候 它也有好问题跟普通的问题的差别 比如说你问我的城市为什么跑不出来 就是一个很差的问题 因为你要描述你的状况嘛 所以你可能要做的事情是你要描述说 呃我的城市它什么时候怎样怎样可以 什么时候怎样怎样却不行了 然后如此之伴如此那伴 就会好一点 那这事情说起来没什么学问 你就是多问几次 然后你每次问完底下的人 觉得你语言不详的时候跟你讲 你久了以后就知道 所以描述的时候应该要描述什么 也是练习沟通啦 那by the way 以我们这课来说呢 因为每个同学每个状况不大一样 如果你写了你的code 就是你觉得你发生了很离奇的事件 什么你写的code如此这般如此那般 你把注解删掉了以后呢 它程式就error啦之类的 那不无可能是你的程式有一些特别的状况 是描述不出来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就直接附上你的submissionID 就是你写code的传pdos 不是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吗 你就可以把你的submissionID贴上去 那助教就会去看一下 可能会比较方便 可能会比较方便 那当然你通常不会想要用pdos debug 你应该自己写好 确定没有错了再传上去看看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也蛮多同学会写信给个别助教 或是写信给我问问题的 也没有不行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 你就这么做 但是你放论坛问比较快 第一个理由是看到的人比较多 你写信给我好了 比如说啦 要是那时候我人在外面啊 就是郊游啊 游泳啊 睡觉啊什么的 就要很久才会有人看到你的问题嘛 但是如果po在论坛上的话呢 起码有六个助教一个老师 和几百个同学大家都会看到 事实上对于解决定的问题比较有效啦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功能 叫做Dance 现在这年代你已经不需要把功能 怎么用背起来了 你只要听说过有这个功能 然后呢 你到了要用的时候就去查查看 久了你就会了 就是这么简单 其他学问也是一样的 好 宣告一个空白的list要怎么做呢 因为你之前可以宣告空白的整数 空白的小数嘛 所以你当然也可以宣告空白的list 方法就是 你用一个空的方括号 然后呢 它就会代表一个空的list 所以我就直接这样写 就是a list它就会是一个空字串 那它的长度自然就会是0 OK 然后呢 你如果今天要在list里面 宣告好多个一样的东西的话 你不用动手一直打 你只要直接写 我要有一个list 它里面是0 三个0 你就把它乘以3 它就会变出三个0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如果要list list里面可以装各种不同的资料形态 因为大家可能听说过 python是一个对资料形态很随性的程式语言 它的每一个变数 它里面装什么形态可以一直变嘛 那list也是一样 list本质上就是变数的集合们 所以你今天在一个list里面 今天装整数明天装小数 左边装整数 右边装自串 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list里面呢 a list 它0 hi true 分别是整数 自串 不0 也可以 它就是照的 你要它装什么 它就装什么 就这样 好 那我们有一个list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想要把item 放进list里面 可能可以干嘛呢 大概是像这样 比如说我今天先input 然后再split 如果我呼叫append这个函数的话 那会发生的事情就是 前面的string东西会留着 后面会加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你append进去的 append就是附加嘛 就是在后面加东西 所以append任何东西进去 它就会被放进 你的list长度就会加1 就会多一个空格 来让你装这个东西 那你看output也看得出来 前面这五个东西的确是自串 但是最后面那个东西是整数 因为你append进去的东西是整数嘛 这样子 然后我们事实上呢 也可以把list放在list里面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最后append的东西是一个list 里面的value是975 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啦 你会得到一个list 这个大list里面有 1 2 3 4个element 而其中第4个element 本身是另一个list 所以把list append到list里面的时候 它并不是变成6个东西 而是变成4个东西 而那4个东西的第4个东西 本身是3个东西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说起来也没什么学问 大家试试看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做点简单的练习 左边这里有一个program 这个program呢是跟你说 好我的sum是0 然后我有一个for回圈 i从1跑到100 然后呢把它通通加起来 那这东西看过了嘛 你会做的事情就是把1加到100 然后把那个和放进sum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这样子 好那右边这个东西呢 先input 然后split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outcome印出来 然后呢准备一个grades 这个grades现在是空的 接下来我跑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里面 我呢去看g这个element g这个element是哪来的 从grade list这个东西来的 grade list本身 是一个list 这个list里面呢 不管有几个element 我这个for回圈 就会跑那么多次 每一次我就会让g 是grade item list里的第一个element 第二个element 第三个element 然后我会把那一个element拿来 变成整数 然后append到我的新的字串里面 讲错了 新的list里面 那么最后我去print list的时候呢 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一堆整数 而不是变成一堆字串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两个东西左右放在这边对比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要给你看 这个家伙是一个list 这个家伙是一个list 左右这两个program 是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嘛 但是他们都用到for回圈 for回圈里面就是一个loop counter 他去看你给定的那个list 里面有多少东西 每一次回圈 就把它变成这个list里的下一个东西 下一个东西 下一个东西 然后对他做一些运算 左边是这样 右边也是这样 OK 所以你现在就对于for回圈后面 in后面的那个东西 这样子就有蛮明确的理解 他就是一个list list里面有多少东西 就把它拿来用 那当然你要这么用的话 你大概会想要确定 这个list里的东西 长得都是很像的 或者是性质是一样的 比如说刚刚有一个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的list 前面这三个东西都是string 最后一个东西却是一个list 你大概不会想要把它放到 这个for回圈里面 因为你对string能做的事情 对list很可能不能做 反之亦然 所以像这种问题当然就是写程式的时候 自己要小心就是了 好 那么list呢 我们还可以做几件事情 有的时候你把list 东西放进list以后 你会想要改它 那怎么做呢 可能是像这样 好一样我们先input 然后split 然后print它出来 接下来 对于每一个i 在某个range里面 诶 这个写法跟刚刚不大一样 我们是先看grades 这个东西 grades的length是多长 以这个例子来讲是5 然后我用它来产生一个range 那这个range这个东西 就会给你01234 这样的一个list 有印象吧 如果你用range这个函数 它会帮你升一个list 只传一个数字进去的话 就会给你01234 一直到你的这个上限 所以呢 i 就会依序是0 是1 是2 是3 那它是0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进来 grades0 就是这家伙 这个家伙把它转成int 然后乘以2 就变成2 下一个回圈 它会去把第二个东西抓出来 转成int 乘以2 变4 然后依此类推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写法要跟刚刚不太一样 主要是因为我想要修改list里的内容 那么我今天grades里面的东西 我不但要把它取出来 我还要指定 第0个东西要变成怎样 第1个东西要变成怎样 依此类推 所以我要取出来的是 01234 这些index 然后我每一圈我就说 第i一个东西要变成什麽什麽什麽 所以我每一次会去把第i一个东西 变成什麽什麽什麽 所以我要这么做 如果我用前一页的这种写法的话 就做不到 我就不能把g放在等号的左边 然后把它修掉 这样没有用嘛 它只会修掉g 它不会修掉list里面的内容 OK 所以大概是插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很小的example 给大家20秒看一下 好 差不多看完了吧 基本上这个程式是干嘛呢 就是你输入一个1到12的整数 它就跟你说那个月的英文缩写是什麽 你输入比如说1 输入1的话呢 n就是1 1-1变0 就把jn印出来 不然就把feb印出来 依此类推 所以这样子的话 根据不同的输入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当然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能用list的话 那要怎麽写 如果今天要你改写这个program 就跟前面的作业一样 给你个program要你改写 而且不能用list的话 你大概要怎麽做 理论上没什麽别的选择 你就是if-else写12次嘛 你就会有个很长的if-else写12次 如果它输1就这样 如果它输2就那样 那这个写下去没有一个了解 所以这个是浪费自己时间 所以你有list以后呢 就可以做很多以前做不到 或者是很难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小例子啦 好 那么这里是列出来一些函数 给大家参考 刚刚有用过的比如说有append 然后没有了就这样 那append是你把一个东西丢进list的最后面 那其他还有些什麽呢 比如说sort sort的话 它会帮你把这个list里的内容重新排列 然后呢 小了到大的 或大了到小的 这个你可以控制 如果是字串的话 就按照字点顺序去排列 你可以reverse这个list 你可以回传某一个东西的first occurrence的index 你可以把某一个item插在list里的某一个地方 你可以去数数看某一个东西出现了几次 你可以去把某一个东西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把那个element删掉 或者是你可以去把第1个element删掉 并且把它的值取出来 那看一下这些例子 我一开始有个list 它是314159 如果我append2 它就会变3141592 可以吧 然后呢 如果我sort它 它就会由小到大 如果我reverse它 它就会由大到小 然后呢 如果我想要去把某个东西的index取出来 比如说4 刚刚说index等于是search 你在这里面找这家伙在哪里 所以4在哪里呢 4的index是2 它就把12回传给你 这样 然后你就insert 你要在第4这个地方insert high 01234 所以第4个这个地方就会跑出这个东西来 然后你数数看1出现几次 1出现两次 然后你把1 remove掉 它会remove掉第一个出现的1 所以你要remove掉全部的话 你可能要有个回圈跑复数次 然后呢 你如果去pop 某一个index上的东西的话 就会变成把3拿出来 你再印一次3就会不见 就这样 所以 again 你不需要把这些函数全背下来 你甚至不需要背它们的名字 你只要想像 所有你想要对python的list做的事情 几乎都有现成的工具可以用 就好了 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出个作业 叫你用for回圈跟if else全部implement出来 那你也是办得到的 只是不需要 因为现成的东西存在 你要把你的精力留去做别的事情嘛 那么 如果你想像有一天你要sort 你想要search 你想要取个东西出来 或是你想要insert什么的 你就去查查看怎么做 几乎你想得到的都做得到 这样就可以啦 好 那我们就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 这个是找出我某一个东西 它的 这个first occurrence 对吧 所以如果我的list里面 同样的东西出现了好几次的话 我要如何把它们的每一个occurrence都找出来 比如说今天假设我们这个自串 对不起 这个list里面是什么 7533967好了 那 我指定一个数字7 你要如何把7这个数字的每一个occurrence的index都找出来呢 你就稍微想了一下啦 这个index这个函数不知道能不能用 或者是index这个函数不知道能不能指定 从哪个地方开始搜寻 或者是他不知道能不能从尾巴开始搜寻 不知道 对吧 不知道你就去查查看 这个 刚刚是说我们要查index嘛 比如说你查index的话 这个是我查过了啦 那 如果我没查过的话 你就index of second occurrence 你就 好 查 然后他就跟你说 find the index of the nth item in a list find the index of the second occurrence blablabla 你就点进去看 就会有人写一些范例程式 你就理解他 然后拿来用 用久了你就会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结果来说 如果你希望自己很会写程式的话 很多人都宣称你就是要很会查资料 which is true 好 那么 刚刚那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你会的preparation 你必须要会知道 当你input东西进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string 然后呢 对于string 你可以把它split 这样子 然后split完了以后的东西 会变成一个list 对list 你可以做各种processing 有了它以后呢 我们今天给你一些例子让你看看 原来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 回家作业写一写 那你就很厉害啦 那by the way 你刚刚看到这个 我们使用这些函数的方式都满奇特的 比如说 当我有一个grates 这个string的这个list的时候 我想知道它多长 我是把它丢进一个函数里面 你想像这里有一台机器 然后你把原料倒进去 它to一个结果给你 这东西的用法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也有一些函数不适 比如说这里这一排 这一排都是 你有一个list 点一个函数 这样 你有一个list 点一个函数 那它本质上呢 是对应到程式设计的两种思维 一种叫做procedural programming 就是程序式程式设计 它的概念就是我们先写一些函数 也就是一些预先准备好要处理的事情 你把东西丢进来 我把结果回给你 那就是刚刚的LEN那种做法 所以呢 就是你有函数 你把东西丢进去 他东西回给你 第二种呢 我们叫做物件导向层次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它的意思就是他们觉得 城市的运作就是一个又一个的object 在互相interaction 那每一个像这个list 它就是一个object 每一个object可以做一些动作 比如说我身为一个object 我可以说嗨 或者是我可以吃东西 或者是我怎样 那list也是一个object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它可以append 它可以sort 它可以index 之类的 那就是那个点 就是它去做某件事情的意思 那总体而言呢 最后就是两种可能你都会做到 那今天先点到为止 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不完全了解 先背起来 就是说原来可以这样用 期中考完回来上课 卢老师会教大家函数的基本运作 还有基本的写法 我们就会学如何做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那再等到第二次期中考完了以后 我们会讲一点点OOP 那我们就会讲 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OK 现在的话呢 就先把语法记起来 就好啦 好 那我们来谈谈一些应用 你可以想像这些应用 是为了让大家想像 在商管领域可以干嘛 也可以想像成 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讲 我们学了判断 学了回圈 学了清单 以后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也可以想像成 它就是程式设计的一部分 那么就结果来说 只要你会写判断回圈清单 你就可以写出世界上所有的程式 其他东西都是辅助而已 比如说函数这种东西 它只是写了以后很好用 但是没有人规定你非写不可 任何程式里面如果有函数的话 你都可以改写它 变成里面没有函数 任何里面有物件的东西 你都可以改写它 让它没有物件 依此类推 依此类推 只是很麻烦而已 所以你当然还是会去学那些 所谓的辅助性的东西 但是如果要说有哪几件事情是你非会不可的 那就是回圈判断清单 就这样 剩下的都是你的 你运用你的抽象思考逻辑思维来做的事情 好那我们来开始看例子吧 今天这个故事是这样 假设柜工厂里面有M台机器 然后你有N个工作N个job 必须要被process process的意思就是你把工作送进机台 经过了若干小时 若干分钟了以后 它就吐结果给你 就是比如说 你的机台是要帮它上色 包装 帮它充填东西到它的盒子里 之类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说 jobj 它有一个given的processing time 叫做pj pj的意思就是 一个machine如果要做完jobj的话 就必须要花pj这么多的时间来完成 那我们说jobj 它有一个completion time 叫做cj cj是sj加pj 而sj是starting time 这样合进合理嘛 你开始做的时间是 比如说今天晚上六点 如果要两个小时才能做完的话 完成的时间就是今天晚上八点 这样可以吧 那有一个很typical的scheduling problem 就是我想要把这些工作 分给这若干台job 分给这若干台machine 然后我想要minimize所谓的make spend make spend 就是所有的job之中最晚完成的那一个 这是一种想法 或者是你想像一下的话呢 它也可以说是所有的机台中工作到最晚的那一台 那我们来看例子 比如说今天如果我有十个job 他们的processing time是3334455678 然后如果我有三台machine的话 那我可能可以这么分 我就说第一个job你去做3336 这几个 第一个machine你去做3336这几个工作 第二个做447 第三个做558 这样的话最后一个完成的job 要到第18个时间单位 或是比如说第18个小时才结束 这个schedule的make spend就叫做18 这样可以吗 那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最累的那一台machine 做到最后的时间 就是18 那这个schedule当然就是只是一个例子 它不一定是最好的schedule 因为你认真弄的话可以平均分配 你就3346457538 这样的话就是make spend是16 就在这个定义上就比较好 那这个例子通常是发生在这种情况 就是你们家的工厂处理的是这些单一的业务 比如说你们工厂就是专门做包装 专门做涂颜色之类的 所以这些job不需要跑好几个机台 那就是送进一个机台过几个小时就会完成 然后呢有的processing time比较久的 可能是它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每一个job来自不同的customer 有的人订很多货 有的人订很少货 这样子 那所以呢就是你反正送进一台机台 每一台机台都一样 processing time也都一样 然后结果东西就会跑出来 那你为什么关心make spend呢 以工厂来说的话呢大概就是 如果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做完的话 全做完机台关了我才可以灯关一关水关一关 然后回家嘛 所以你想早点回家 所以就是下面这个比较好 或者是水电费嘛 只要有一台机台在跑整个工厂的空调啊 什么都要开着 浪费钱嘛 所以你关心这些事情 或者是你想像就是明天早上 你们就要去办这个国企州或者是公管州之类的 然后呢你们就要前天晚上你就是有人要煮咖啡啊 有人要做海报啊 有人要煮珍珠啊 有人要送上回送上回送上回 大家约好全部的人都做完了以后一起回家 那你就一定不会工作这样分配嘛 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这些人就要打牌啊 写作业啊之类的等这个人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呢你应该会想要make spend越小越好 其他的就点到为止就好 那我们的目标是写个演算法 来minimize make spend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有兴趣大家下个时间休息的时候想一下 可能可以怎么做 好先休息一下吧 好那我们就继续吧 那刚刚的例子里呢 就是在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minimize make spend 那有的时候它很容易 有的时候却蛮困难的 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3334455678 如果我真的花了一点功夫排出这个 make spend是16的example的话 那我就确定它是最佳解了嘛 因为三个东西一样大 很明显的也就是不可能再更小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如果是我绞尽脑汁了以后排出 比如说像这个东西 然后我排不出更好的 却不大方便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 这个是最佳解 还是没有办法更好 还是有办法更好 只是我没找到 好 那in general 如果你有十个东西 你要assign给三台machine 那每一个东西都有三种排法 对吧 所以你总共加起来 有三的十四方种可能性 这样子 那有一些很蠢的你会把它删掉 但是删完以后还是剩下很多个 所以你不是很容易确定到底最佳解在哪里 那甚至十个东西的话也不一定就是分334 是最好的嘛 因为有些job搞不好超级大 所以这个问题虽然描述起来是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它呢有一些用途啦 它本质上是在做load balancing fairly allocate jobs 或者是save utility fees 或者是go home as early as possible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事情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是困难的 那我们这个困难这里打个双引号 它有一个technical的词叫做nphard 如果你听过的话就是那么一回事 没听过的话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人 就是那一些做这个理论的人 他们呢普遍都认为 这个问题的optimal schedule in general是要花非常非常多时间才能求得的 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简单大方的演算法 是任何一个input拿来 你都可以找出它的make span minimization的schedule 那翻成白话我能再讲一次 每一次呢你给我n个数字 要我把它们分成m堆 然后每一堆都有数字的核 你想要最小化最大的那一堆 这样子 这个问题虽然描述起来只要2分钟就可以讲完 但是没有任何人曾经成功地找出一个演算法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这样子 除非你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比如说把刚刚那个3的十四方 这种可能性都试过一遍 所以总之就是这个问题很难就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今天在企业里要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你不一定会真的想要求最佳解 因为你今天在企业里面等于是 这等于是做决策嘛 就是我们要来决定我们工厂要怎么生产 10个订单在你面前 3台机器在你面前 你要赶快把这个东西塞进机台让他们开始跑 对吧 你今天可能不会一接到订单就开始跑 因为规划一下还是有用的 你花5分钟10分钟15分钟 算一个schedule 然后再开始跑 可能会比你盲目的跑来的有效 但你不会在那边算个20天了以后呢 总算是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schedule了 然后再开始跑 这样子的话20天搞不好这些job早就跑完了 可以理解吧 所以做决策 决策的品质和决策的速度 有的时候是同等重要的嘛 等你想好再去做 可能就会错过很多机会 所以呢我们在实物上 经常使用所谓的 heuristic algorithm 来做一些事情 heuristic就是翻成中文的话 叫做啟发性演算法 是一个蛮没有啟发的中文翻译 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 另一个翻译方法叫经验法则 就是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演算法 是不是一定能得到最佳解 但通常都还不错 大概是那个意思 所以呢 啟发性演算法通常 implement很容易 执行也很容易 通常跑得也很快 然后通常也不会太差 这样子 那那个不会太差 在学术上有一些检验的方式 不过 intuitively不要太差 你实物上大概就会拿去用 所以我们介绍一个这个 很经典的叫做longest processing time first 的演算法 它在这个例子里可以用 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可以用 那我们呢 有一个缩写叫做LPT LPT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它干嘛 方法是这样 就是呢 我今天先把这些job排序 然后排呢 就是让他们的processing time 由大到小排 然后接着我就开始一个一个地 assign我的job 每一次我assign job给machine的时候呢 我就看目前哪一台machine过最爽 哪一台machine事情最少 我就把现在这个job assign给它 然后再换下一个job 再换下一个job 这两个动作都很make sense 对吧 因为你通常应该不会 先排小的再排大的 因为最后会unbalance 就是有一些大的突出去嘛 如果你先排大的再排小的 小的可以筛控器啊 小的可以把大家舔到差不多满 所以先排大的 满make sense的 那其次呢 就是每一次都assign 给目前最轻松的那一台machine 这个也非常make sense嘛 所以很make sense的事情做下去 可能就会有满make sense的结果 大概是这个想法 然后呢 这样的LPT啊 我们也给它一个名称 它in general叫做 iterative algorithm 就是我今天这个algorithm执行的方式 就是 iteratively的 每一个回圈做一个step 做做做做做做 回圈跑完 差不多也结束了 iterative的algorithm 所以呢 runs in iterations 然后in each iteration performs a similar action 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也说它是一个greedy algorithm greedy algorithm也有几种定义啦 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iteration都locally 你去看 在我目前能处理的范围内 什么是最佳的选择 这样子 比如说今天我每一次要分 都是分给目前最没事的那一台machine 那你也知道这不一定是最佳解 说不定你应该做更精妙的安排 但那样子想又要花太多时间 所以你就这么做 那你这个greedy algorithm 有时候人们也理解为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世界末日的话 你就赶快挑你眼前最好的那个选择 这样子 那么呢 LPT就是一种这种greedy algorithm 中文叫贪婪演算法 听起来就很怪 反正就是greedy algorithm 就对啦 好 所以呢 今天我们事实上可以证明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就算我不做这个sorting 我们直接只是跑这个每次分给最爽的那台machine的话 这个演算法效能也不会太差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implement它看看 今天呢 我就想要写python嘛 余数我们就开始写程式啦 那假设我们的这个input长这样 就是会先有一个人给我n 你就是number of jobs 然后第二行给我number of machine m 然后第三行给我一串数字 给我exactlyn个数字 然后是processing time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把这些processing time拿来 存进p string 这个string里面 然后把这个string split 这个地方呢 特别注明了 它是要用空白做split 那你如果不写这个的话 预设就是空白 所以这里只是强调一下 就是 你如果回家试试看的话 这里记得用空白 好 于是呢 你就切出了一个小P 小P现在是一个list 里面装着一大堆的string string 小P呢 你就把它做这个回圈 也就是每一次跑这个回圈的时候 我就看i 从0跑到n-1 因为我有n个job n个processing time 每一次我就把它拿出来 就pi pi是一个string 把它转成int 然后overwrite 原本的那个element 那这样子做的话 跟前面你看的一个example不一样 你会直接把P拿来改掉 那这样子ok嘛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那些字串 你只需要那些整数 或者是小数之类的 那我们这个例子里是整数 好 于是呢 经过这个流程了以后 你的P 就变成是一串 一个list 里面装着许多的数字 或者是你就理解为 就是一串数字 好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待会儿要做运算 所以我们先准备 另外两个list 它们是machine completion times 第一个是loads loads就是等一下会去记录 目前assign到这个阶段为止 我的每一台machine 总共的公时是多长 所以我有m个0 是等一下要拿来update的 另外是assignment assignment就是等一下要装答案的东西 好 于是我们的 iterative assignment 大概是长这样 在iteration j 我要做的事情是把job j assign给 list loaded machine 所以呢 我今天就有j j从1 2 3 4 一直跑到n-1 每一次我要干嘛呢 我要去找出 list loaded machine 就是这一段 好 我要先假设list loaded machine 是不知道哪位 然后呢 list load 也就是那个machine的工作量 我先假设它是第一个工作量 好 我有一大堆工作量嘛 我有第一个工作量 然后呢 我这个回圈就开始跑 我要把它从第二台第三台 一直try到dm台 然后呢 我就问 请问 这一台的工作量 有没有比list load来的小 如果有的话 那list loaded machine 就要换人做啦 然后我要update这个list load 好 虽然看起来有一点复杂 因为字很多 但其实说到底就是 一串数字找最小值 对吧 你之前其实写过 或是看过 有点类似的program 不过 今天当然是写得比较完整一点 基本上就是load loads 这个list 里面装着许多数字 你这个回圈的任务就是 在这堆数字之中 找出最小的那一个数字是谁 然后方法就是 1 2 3 一个一个往后看 这个数字如果比我目前认为 最小的数字还小的话 那我们就换人做做看 然后换下一个 要就update 不要就不要 然后呢 弄完一圈就结束 我就知道现在谁最小 有了以后 我们就说 好 list loaded machine 看他是哪个家伙 这东西装的是index 是0 是1 或者是m-1 就把这个index拿来 我就把loads加上 对不起 加上 这个processing time pj ok 加进去了以后呢 大家数字就会变大 变大了以后 我们的这个 下一次回圈 再跑下一圈的时候 我们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 针对update过后的这一些loads 来做下一轮的运算 下一轮的运算 那当然assignment j 这里 我最后要印结果 所以我要说 machine j 我要分给 第几个machine 那第几个machine 是你要跟老板讲的事情 所以呢 你存大概不会存index 你会存123 你不会存012 所以我们这里就 加1 那最后呢 就结果印出来看看就好了 就是ok job assignment 是如此这般 然后machine load是如此那般 那我们稍微试一下吧 那我们稍微试一下吧 我刚刚在荧幕上做了一点复制贴上 那现在我自己太大了吧 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几台machine呢 假设我有三台 然后我的processing time 诶等一下 都哪里去 哦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好 嗯 这个是我把刚刚的程式码 复制贴上 以后的结果 那我们要来跑跑看 好 跑跑看 于是呢 我就有这个东西 好 那我有几个job 我有十个job嘛 对吧 然后我有三台machine 请问processing time 各是多少呢 我忘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刚刚的example上面说processing time 依序是这个 333 445 5 5 6 7 8 好 333 4 4 5 5 6 7 8 8 这样 好 于是呢 你就跑它 跑出来就变成长得像这个样子 这个job assignment 123 123 什么的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家伙分给machine1 这个家伙分给machine2 依此类推 好 然后machine load 分别是20 13 15 这样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们刚刚 你回忆一下刚刚的演算法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做sorting 对吧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事实上就是前面这里 一个一个的就直接拿来做assignment 然后我们事实上是由大到小做 不是由小到大做 所以这演算法确实就显得好像不大OK 可以吗 就是我们刚刚用手排排出来的都比这演算法好 可以吧 那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在这边排的时候呢 是直接就是由小到大 job是先排小job 排啊排啊排的排最后一个是超大的job 所以一排下去 就大爆炸 这样可以吗 但反正就是你看得出来这个演算法会动 就对了 好 所以这个演算法 大家回去自己试一下 然后呢 这个演算法有刚刚的 我们这个implementation有刚刚的演算法的第二个component 就是每一次我们是分给目前最轻松的那一台machine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做sorting 那这个事实上是故意的 大家回去试一下 如果你要在整个演算法 在整个演算法开始跑之前 你帮他做sorting的话 会不会performance变得比较好 有sort跟没sort会有差 然后呢sorting要怎么做 前面不是有介绍吗 你就去查一下 然后试试看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会让你对这个演算法有更多的了解 好 那么呢收尾一下 LPT这个东西啊 它在业界是很受欢迎的 很受欢迎的理由 除了简单易懂好implement以外 它事实上可以保证一个叫做 worst case performance guarantee 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 它可能不会很好 但是它再烂也不会烂到什么程度 的那个意思 比如说呢 Z star如果是你的最佳解的mixband 而你的Z LPT是你用LPT排出来的mixband的话 不论你的instance长得多奇怪 再烂不会烂超过33% 的那个意思 如果最佳解是100 你一定不会排出超过133的mixband 用LPT的话 大概是那个意思 那我们就说它的 approximation factor 是三分之四啦 那对heuristic来说 这种东西是很有用的嘛 因为你今天题目一定都很大 你才放弃找最佳解 那题目很大的时候 你不知道最佳解在哪里 你就用heuristic得到了一个solution 但你却能估计这个solution 跟最佳解差到什么程度 那你去跟老板讲话的时候 才有信心嘛 比如说你今天定了一个行销方案 你就跑去跟老板说 老板我觉得这么干OK 老板就说 你这样子的话 预期效益是多少 我就说应该可以赚200万吧 老板就说200万到底是多还是少 你就要想办法convince你的老板嘛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是很确定的 你可以跟老板说 我是不知道200万有没有办法 我们能制定出真的还能更好的策略啦 但是呢 最好的策略也不过就是250万 那一类的 你可以estimate 就是你还应不应该要再继续 improve 你现在的这个decision 你才能争取时效嘛 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事情是很有学问的 好 那事实上呢 就算你不sort job 像刚刚那么愚蠢的做法 你一样不会烂超过两倍 这种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总之啊 你要做这些分析 并不容易 你得要算点数学啊 写点证明啊 修一些高等危机分之类的 不过这个 如果你只是要做implementation 或是problem solving的话 就不是太困难 每个人都可以试一下的 好 那今天跟刚刚这个问题有点像 我们来描述另一个问题 今天假设我们是把job分给人 而不是分给机器 那有什么差别呢 每个job还是一样有processing time 完成一个job的话呢 agent会赚到一些钱 然后呢 agent有时间限制 每天能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 那请问你要如何分工作给agent 来maximize 赚最少钱的人 能赚到的钱呢 这样子 这个问题主要是讲公平性 就是你手下有一堆人嘛 你分工作给他们 比如说有一堆业务员 然后你分一些客户给他们 让他们去服务 那弄了以后就会赚一点钱 那你大概希望 或者是你的员工们大概希望 就是不要有一个人都是强 都是拿一些好客户 其他人都赚一些难赚的 这样大家就会不错了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会希望大家都赚钱 而且不要赚的差太多 那可能就是maximize 赚最少的那个人赚的钱 那基本上就是会大家都有赚 而且尽量都赚差不多多 那这个问题跟刚刚那个mixband也挺像的 对吧 所以呢你也可以modify你的LPT 就是说 好我把job拿来排序 就是由爽单到烂单 我们就这样由爽到烂排下来 然后你们就开始分啦 每一次呢我就分 但是如果分下去会超过那个人的工作负荷的话 就跳过就换下一个人 以此类推 好那至于这个演算法好或不好 欸很难说 但你现在已经有某个工具可以试试看了 就是你会写程式嘛 你就算不会高等微积分也没有关系 你一样可以写程式做个实验 来看看这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有人说写程式这种东西是 学习的工具 他说不定有这个工具了以后呢 你学行销、学会计、学生产、学人资之类的 会学得更好 因为你多了一个工具可以学东西 就好比如果你很会用Excel的话 很多事情都会变得迎刃而解 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会怎么implement呢 那你就想像下一个礼拜的回家作业是写这个的话 你自然就会写出来了嘛 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你就回去试试看吧 你就回去试试看吧 好OK 以上就是scheduling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by the way 我刚刚有一个东西讲错了 跟大家更正一下 这个啊 这个你inputn了以后 n要先转成整数再拿来用 直接拿来用会爆炸 所以要转成整数 就这样可以吧 好 by the way 这一页的东西看起来也还好对吧 就是你已经听懂这个问题了 那我前两届有两个资管所的硕士班学生 他们硕士论文就是搞这个题目 就是针对这样的问题设计了这样的演算法 在各式各样的不同情境底下 到底表现的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做一些approximation ratio的分析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种东西如果做得好的话 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论文都有得到 这叫什么啊 台湾做业研究 学会硕士论文讲 优胜那一类的 对 那想要强调的事情只是说呢 这种问题是有人在关心的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业界的人跟我讲的 他们是做LED晶片的工厂 台湾有好几个厂 每次有订单来就要交给工厂去生产 那分啊分啊分啊的大家就不会送嘛 就是为什么每次那个厂都拿一些好做的啊 我们厂都拿一些难做的啊 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一开始是业界的人讲这个问题 然后呢就说 诶好这问题不错拿来研究一下 研究完了以后呢 学界的人也觉得这东西确实是有用 那你过程中有很多事情要做 写程式当然是其中一环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们再来讲讲Inventory Inventory这个东西一样就是 可能是你公司做各种营运的时候 都会考虑到的事情 就算你今天是开飞机的也一样 座位本身就是一种Inventory 或者是飞机餐也是有Inventory problem 你如果今天 如果你学会计或Finance 可能不会烦恼Inventory 但是你如果学行销、服务、营运、生产、供应链等等的话 一定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nventory question 今天呢这个Inventory就是说啊 我们在实物上 为什么需要有Inventory Retailer他们储存Inventory 通常是存这个最终产品 就比如说我们去Seven看到货架上有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是最终产品嘛 那Manufacturer他们也要存Inventory 比如说他们通常是存原料 他们通常不会存完成品 那存Inventory 通常起码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supply跟demand中间需要buffer 你不可能每天都能够完美的预测 明天会有多少人要来买 对吧 如果你能完美预测的话 很可能就不需要Inventory 你就是 明天会有28客人要来买多利多姿 那我今天就进28包多利多姿 然后就不需要Inventory 不可能嘛 所以你大概会想要 比如说多订一点 或者是看你的需求预测 来猜你要订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buffer 那buffer也有可能是来自生产端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今天说要多利多姿 明天就拿到多利多姿 说不定他要一点时间 或者是你是卖衣服的 衣服做出来可能要时间 那你可能就要预先准备 预先准备就需要Inventory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是卖月饼的 那你大概两个礼拜前 公司里面一定就是堆满了一大堆的月饼嘛 因为这几天要大量出货 但你不可能一天做出所有的月饼来 大概就这么一回事 好 那么另外呢就是可能是因为你有Fixed Ordering Cost 和Variable Holding Cost Fixed Ordering Cost也可以理解为Fixed Production Cost 它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每开一次机器 就要先花多少钱 不论你生产多少东西 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你开机器本身机器要暖机嘛 就要先浪费你很多钱 然后工厂要开 本身就有基本的固定费用 这个也是钱 人员要去也是钱 你的员工上班8小时 你叫他做一个东西也是8小时的钱 做1万个东西也是8小时的钱 所以有一些固定成本 所以你为了要省那些固定成本 你一定不会 你明天就算只需要28个 你可能也会叫你的员工去现场做1000个 然后呢就不用天天都来付固定成本 所以大概是这些理由 你会需要存货 那为了控制存货呢 我们人就必须要发展所谓的存货政策 inventory policy 比如说我如果是零售商的话 什么时候要下订单 你可能不会天天下订单 如果每一次订单都要送shipping cost的话 你就会累积几天再订一包嘛 那我要订多少 这很明显就是同一个问题 然后呢我要跟谁订 如果我有很多个供应商的话 这个也要选对吧 然后还有其他其他其他 那么呢 我们今天在决定订货方法的时候 有很多方法 实物上 那我们今天介绍其中两个 一个叫做这个QR policy 讲起来很简单 看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学问 就是呢 我帮我那个要被控制的存货 我设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要是只剩下i个的话 对不起 我去看我剩下几个 假设是i 如果i小于我的所谓的reorder point R 比如说我说它是10吧 如果我剩下9包8包7包的话 我就去订 订的时候我就订QUnit 这样子 我就规定我一定就是订50个 一定就是订50个 这样 不然的话呢 就不要订 规则就是这样 要嘛降低到订程度 就订50个 不然就不要订 这样叫QR policy 那QR policy呢 跟很多同学可能在乘管快 或者是坐管学过的 叫做EOQ的东西很像 EOQ总之最后就是 你会算出一个数字 就是你每一次订货应该要订几个 那你就会follow它 就是这个Q 那你实际上如果真的做EOQ的话 都是你存货基本上降到0的时候 你才会去订 如果在EOQ的环境底下 你存货你的这个需求有不确定性的话 你就要调 你就会变成RQ 所以大概是EOQ的generalization 听过了就好 没听过没关系 我们就往下 另外一个呢 是所谓的SS policy 那很像 就是你去数一下你现在手上存货多少 如果比小S小 你就订到大S个 不然就不要订 所以大S是一个 不是那个人 大S是那个上限 就是我要从小S这个数字 订到补满大S 所以我每一次订的量可能会不一样 取决于大S跟小S差多少 这样可以吧 比如说小S是20 大S是100的话 如果我现在是18个 我就订82个 如果我是16个 我就订84个 但是如果是QR的话呢 就是每次都订一样多 这样OK吗 那 呃 实务上也好 学术上也好 你到底要选哪一个 当然就是因地制宜嘛 看你们家公司是 目标是什么 或者是环境是什么 Inventory Policy 这种东西要的话 开一学期的课也讲不完 所以我们就 点到为止 你知道有这两种 是可以选的 就好了 它各有不同的好性质 各有不同的好性质 那今天呢 你就说啦 好吧 那我们身为写程式的人 或是做资讯系统的人 我们要干嘛 你起码可以做 Automatic Ordering 就是你可能需要 非常了解产业 了解公司的目标 了解这些作业管理的知识 才能选 一个 Inventory Policy 但反正你选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implement这个Policy 就是做自动订补货 这个已经不是Today了啦 这个大概30年前 就已经大家都在做了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 随时观察我们的存货量的System 只要我的一个Item 被Point of Sales卖掉 就是你在Seven买东西 B一下的那个瞬间 只要有东西被卖掉 我们就check一下Inventory Level 这个想起来并不是很困难 对吧 就你写程式嘛 If 什么东西被卖掉了 就减-1 这样就好了 好 那么呢 如果我发现 减下去的那个瞬间 Reorder Point到了 降到低于小S 或是低于大R 我们就照规则订货 这个应该可以做得到 对吧 那实物上 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你不一定 就是你可以随时订货 在你的供应商可能会没送嘛 所以你有可能也是每天晚上订一次货 或者是每三天或是每一个礼拜订一次货 这个就看情况 所以那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是做Continuous Review 我们就还是做Periodic Review 就是你有一个Program 每天凌晨12点的时候会跑一次 检查所有的存货 该订货的订货 该订货的不要订 可能是这样子 那这个呢 就是Periodic Review 对啦 在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去Check 该订货 就订货 那我们来试着 implement这样的System 我今天呢 这里的例子 想要implementQR Policy 我如果让使用者告诉我 Q是多少 R是多少 然后呢 如果我还知道i是多少的话 那我要干嘛 我就会有一个回圈一直跑 然后呢 我就请使用者告诉我 诶 请问你的Sales今天是多少 然后我就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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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 它比R小 我就把i加上Q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这里用了一个这个 Ternary的If Else 就是我一开始 期出存货有这么多 有大i 然后呢 它告诉我Sales是多少了 以后呢 我就去看 这个i-Sales 要嘛是正的 不然是负的 如果是正的话 那i就变成那个数字 如果是负的 那实际上就是卖光 这样子 所以如果要更精确一点的话 不要叫它Sales 叫它Demand 可能会更好 不过你知道那个意思就可以了 反正呢 这个动作是在update 我们的手上有的存货量 就是i 如果i小过R了 我们就去订货 i就会变成大Q 这样可以吗 好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大家有兴趣回去 Program复制贴上试试看 你就会看到说 哦 然后捡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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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加回去 这样 好 那你如果要implement SS Policy的话 就是非常的简单嘛 对吧 几乎就是改两个字 就好了 所以就OK 改哪两个字 反正就是把i变成S就对了 就這樣 好 那剛剛的事情就是自動訂補貨而已嘛 沒有什麼學問在 那我們可能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們來試著optimize QR policy吧 這個optimize的方法有幾種不同的做法 第一種就是傳統的作業管理、作業研究 或者是經濟學家會試著做的事情 就是我來看demand pattern長怎樣 我來看我跟供應商之間的訂貨的規則 lead time訂貨的成本是怎樣 精算了這許許多多的資訊數字了以後 我們就算數學推導出所謂的最佳的policy 這是一種做法 不過這種做法有一些限制 第一個就是門檻很高 就是你數學要很好才行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收集到很多的有用的資訊才行 比如說你要有需求預測嘛 沒有預測就不可能決定存貨問題 但是預測需求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那些方法有一些限制 那我們今天當然也沒有要 那些方法有限制但是還是很有用啦 所以一定還是要做那些事情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要做 主要是因為我們數學太爛 所以我們就要換個方法 方法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既然會寫程式 寫程式就可以做大量運算 大量運算有時候可以彌補我們所謂的數學不夠好 或者是資訊不夠多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這件事情可能可以怎麼做 這個很粗淺啦 所以大家就是當個參考 今天呢我想要選Q跟R 你如果很直觀的想的話 應該也會覺得你家的零售店裡面 不同的商品的Q跟R應該會不一樣 對吧 如果你不考慮製造商或是供應商的限制的話 那Q跟R應該會不一樣 比如說你賣礦泉水 跟你賣多利多姿 跟你賣指甲刀 他們的這個Q跟R應該會不一樣嘛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著對每一個商品 算它的Q跟R應該要吃多少 那每一個商品的Q跟R是分開來算的嘛 所以我們今天只看一個商品 那麼呢相關的成本有這一些 第一個是Inventory Cost Inventory Cost就是你放一個指甲刀 在你家的零售店放了一天沒賣掉的成本 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東西 看情況 有的東西是你要存起來 是要花錢的 比如說假設你要存冰的可口可樂 你就要有個冰櫃在那邊開一天嘛 那冰櫃不會只存一罐可口可樂 這樣有點太珍貴了 你存了一堆可口可樂 但你就會攤銷一下 所以那個成本是要付的 那如果是指甲刀呢 指甲刀的存貨成本是什麼 就是大家應該也都學過 來自於所謂的現金會產生Investment Return 但是存貨不會 如果你的錢沒有拿去買那個指甲刀 放在庫房裡的話 拿去放在銀行裡也好 買債券也好 買基金也好 都會有預期的回收嘛 錢會生小錢 但是指甲刀不會生小指甲刀 所以你今天存貨成本 就來自這裡 這個我也是長大以後才理解的 我小時候無法理解 為什麼存指甲刀也要存貨成本 其實是有的 就是那個錢 好 總之你一定不會希望買一大堆的東西 堆在家裡的庫房當存貨 那一定有成本 第二個是Ordering Cost 就是你跟上游訂貨的成本 如果你的Ordering Cost超級高的話 你就會少訂貨 你的存貨就會多一點 最後是Shortage Cost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人來買指甲刀 但我剛好指甲刀賣完了 他就會信信然的去隔壁的全家買指甲刀的話 那我就損失了一些錢 那這個東西就是Loss Sales 那有的時候甚至會產生Good Will Loss 就是搞什麼東西啊 你們這家店竟然連指甲都沒有 然後就是以後就不來了 這也有可能 那前面這個比較具體 後面這個比較深奧 我們就先不管它 所以我們的目標可能是 我要最佳化嘛 好我們的目標是最小化這個總和 然後呢我想要找QR來決定這件事情 那麼例子是來看一下 假設你們家老闆就是跟你說啦 欸optimize一下我們這個指甲刀的QR policy吧 然後呢假設 供應商跟你說Q一定就是要30 有些供應商很強勢嘛 你不能跟他訂三支指甲刀 一定就要訂30個 假設是這樣子吧 好 那就Q假設就是規定好了 然後呢你們家指甲刀 例子不大好嗎 指甲刀很貴 一個指甲刀1000塊 然後呢 Annual Interest Rate假設是7.3% 這樣 那麼呢 每訂一次貨要200塊 然後你的這個Customer會來 然後呢 如果來的時候 他沒有拿到指甲刀的話 他就會等到你有指甲刀補給他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便宜他兩塊錢 這樣子 等於是一種缺貨成本 然後最後呢就是 你有過去20天的需求 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知道當初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有30個東西 這樣 所以老闆給你這些資訊 或者是你上班的 然後你收集到了這些資訊 那麼這個時候你會幹嘛 你要幹的事情其實也很簡單 這個資訊是很有用的 因為不同的商品的需求Pattern不一樣 所以你會因為需求Pattern而制定不同的訂貨策略 這應該很合理對吧 所以你看著過去的這樣的需求Pattern 你就會問你自己啦 喔要是未來的需求Pattern 會維持不變的話 那他就會長得跟過去的需求Pattern差不多 對吧 然後我來想像一下 要是當時我使用的QR Policy 是這樣或這樣或這樣或這樣 各種不同的QR Policy底下 哪一個會在過去20天 讓我花最少的錢 那我或許就可以考慮把那個拿來在未來使用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今天呢 因為Q是Fixed 所以我們的這個Ordering Cost 事實上就沒有差 我們等一下就不考慮它 我們就來Optimize R 那試算一下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假設我說R是10 會發生什麼事情 每一天的需求啦 你稱它為需求比較好 不要稱它為Sales 這個地方是每一天發生的事情 好 那麼在 你做Replenishment 就是賭獲之前 你一開始有20個嘛 所以呢你就20個 減14 剩下6個 6個的話 如果你的R是10 你就會去補貨 你就會補30個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東西拿來算 你的Inventory Cost 那一天就是7.2 然後隔天-23 變成13 36-23變13 那這個沒事 你還有13個 那一天就不要訂貨 你的存貨成本就是2.6 然後隔天是26 26一弄下去你-13 就是那一天有13個人 他沒有買到東西 所以後來你不是一個都要給他折兩塊錢嗎 就會變成是17-3.4 嗯 0.2吧 0.2 剛剛寫什麼 2$ off 2$ off 欸 好應該是0.2 不好意思 這樣子 這個show一下 好 然後對不起我在講什麼呢 這裡 shortage cost是26 就是13 26 好那是2$ off 然後啪啪啪啪啪往下 也就是說當你決定你的R是10了以後 你回去試算那20天 你就會得到一系列的成本 最後你把他們加起來 就會得到191 那191是好還是壞 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算算看 如果你的R是9 R是8 R是7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吧 然後你就可以挑一個好的 那這裡面當然有很多的這個假設跟限制啊 怎麼說呢 那我們等於是假設你的R不會影響大家的這個pattern 這個見仁見智對吧 如果你的客人經常來買不到 可能以後就不會來了 基於這個理由 如果你最後的R算出來是比如說是8好了 說不定你會想要把它調成12 你想要讓大家來買不到東西的機率下降 這是一種可能性 或是你本來這裡就不應該只有2塊錢 你應該把它調大 因為你相信有一些人來了以後就不來了 但不管是哪一種做法 如果你這種基礎的事情不先做的話 你哪知道你是要把8調到12 還是把80調到84呢 基礎的事情先做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呢 你也假設你知道過去20天的需求量 而不是過去20天的銷售量 那這個東西就是各憑本事啦 你如果在櫃台就是只計銷售量的話 你就沒有需求資訊嘛 但如果某個人來問你說 請問我們這裡有指甲刀嗎 如果你有把這件事情記起來 或者是你知道你們家的指甲刀 理論上擺在哪裡嗎 你看到有一個人在那邊鬼鬼祟祟祟的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呢 你用華德柚的科技 或是你去問他說 小姐需要什麼嗎 喔指甲刀 不好意思賣完了 然後你就比較好的估計你家的需求量化 那也就是比較好 不過這些東西跟這裡都沒有太大關係啦 就是你知道工具是給人用的 用到什麼程度看個人 好 所以我們來試著找不同的R 那既然是要找不同的R的話 你想像一下你寫程式怎麼做 就有個回圈給它跑嘛 那個回圈裡的每一圈 我們就會去try一個不同的R的value 然後那一個回圈底下又有另一個回圈 我們要把過去20天跑一遍 然後算一個成本 然後我們最後就會得到一大堆的不同的R 對應到的一大堆的不同的成本 挑最少的那一個 所以呢 這不是最佳的 但是它至少是一個proxy 基於我們相信過去20天的pattern會往後複製 我們就這麼做 如果你相信未來趨勢會上升下降 你就要做該做的調整 那麼呢 對於0,1,2,3,4,5一直往下 我們就去suppose 我如果implement這樣的QR policy的話 那20天會有多大的成本 如果demand pattern不變 那我們就用那一個來做 好 所以code寫起來會像這樣子 首先你要讓使用者輸入這個pattern 就是過去20天的需求 然後呢 接著你split它 然後你跑一個回圈 去把每一個個別的字串都轉成整數 這是很typical的一件事情 然後呢 把given的information拿進來用 shortage cost 是長這樣 inventory cost的話 就是如果我沒有花那1000塊 買這個東西進來放 而是把它拿去投資的話 我平均一天可以賺這麼多錢 然後呢 我大Q那個policy是定死的 大I一開始有20個是給定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search 這個所謂的最佳的R 好 所以最佳的R一開始假設是0 那麼呢 最佳的R帶給我的成本 一開始先寫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數字 因為我們待會要開始update它 然後呢 我就開始考慮R 那R這個東西正常情況下 不會比Q大 比Q大很奇怪對吧 你的存貨量永遠不可能會變得太小 所以我們就把R出來0到30 這幾個數字 然後呢 一開始total cost是0 好 給定一個R了以後呢 我就去問 對於sales這個list裡面的東西的每一個 我就拿來把I變小 然後我問如果I太小的話 那我就要幫它加上shortage cost 不然如果I只是比R小 那我要看我需不需要increase我們的存貨量 然後呢 在不是大小於0的情況下呢 我還要算存貨量 這樣子 所以這個 它的本質做兩件事情 一是要不要訂貨 如果I比0小或是比R小 我就要訂貨 然後呢存貨量就會變大 然後呢 如果I比0小 我要算缺貨成本 I比0大 欸對不起 I比0小要算缺貨成本 因為那天有缺貨嘛 你那天有缺貨的話 你勢必那天就會訂貨 然後呢再圖存貨一樣要算成本 所以你的成本就要算進來 所以你每一天都要算存貨成本 好 於是呢你就這樣子 給定一個R 你就跑20天去算這40個成本 然後把這些成本全加起來 你就把成本一直往下累加到total cost裡面去 累加完了以後你就跟剛剛找最大值一樣 最小值一樣 你現在就問啦 我的total cost有沒有是目前為止最小的呢 如果沒有就沒事 有的話我們就update 目前的bestR跟目前的cost of bestR 然後我們就得到一個新的數字 下一輪我們就看下一個R有沒有更好 下一個R有沒有更好 以此類推 然後全跑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有bestR 好 好 那我們試一下 pia的一下算出來就14 就這樣看起來挺無趣的 那 剛剛這樣跑完就是14嘛 就沒有了 不過如果我願意的話 每一個R給我的相對應的成本 我都可以記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比如說畫一張像這樣子的圖 這個圖我們等一下休息回來再跟大家解釋 大家就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來把這個講完 這個東西是我們想要理解一下 我們剛剛算出來的結果 剛剛算出來的數字是14 那以剛剛的數字來講當然是對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地方呢 橫軸是0到30 就是可能的R的value 然後縱軸是cost 所以呢每一個cost我們就把它畫出來 藍色的線是shortage cost 綠色的線是inventory cost 紅色的線是total cost 那麼今天我給你一個R 它就會算出相對應的成本 對吧 所以這數字是確定的 並不是說你今天重跑一次程式數字就會不一樣 不會一定會一樣 然後呢 綠色的線是inventory cost 它會慢慢上升 這個也蠻合理的對吧 因為你比較早補貨 那你平均來說存貨量就會比較多 那藍色的線呢會持續下降 大概是會持續下降 這也是很合理的嘛 因為你今天就是比較積極的補貨 缺貨就會比較少 那今天呢總成本也沒有太意外 基本上就是有一點先下後上這樣子 然後最佳解在14這個地方 可以吧 那你今天還會看到一些這個偶爾會這樣翹起來啊 翹起來啊 這也可以理解 因為你這個訂貨策略 implement到這20個數字上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剛好錯過一個應該補貨 而你沒有補貨的時機 所以就會稍微有點誤差 如果你不是20是200是2000是200萬的話 那這個曲線就會再平滑一點 就是那麼一回事 好 那當然 20個歷史資料點拿來做這個最佳化 是可能也沒什麼用 但如果是200、200、200萬可能就比較OK 這是一個 那更不用說如果你今天搞的是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的例子大家都聽過了嘛 消費者在那邊點點點 你都有把它記起來 那對於你估計他的需求 他到底是不是想要那個商品 只是因為沒貨而買不到 你就會估的比較準 那你做這些事情的效益就會變得又更高一點 相輔相成啦 那最後就是說啊 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 還是取決於你對需求的估計的 所以有另外一種做法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拿著過去的那20個點或是200個點 或是2000個需求量 我們是去用它來算出一個機率分佈 那個機率分佈就是我相信每一天的需求是一個隨機變數 然後呢那個隨機變數一定明明之中 follow某一個distribution 可能是normal 可能是prosome 可能是常態 可能是uniform之類的 我用過去的這200、2000個資料點去猜 那個需求到底是什麼分佈 到底是像丟骰子一樣 還是像丟銅板一樣 還是是什麼什麼 估出來了以後 我就做個系統模擬 我就用這個隨機變數的需求 我去往後預測200個、2000個這個分佈的底下 產生的random number 然後用那些值去做這個最佳化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也是很常做的 很多時候還比這個來的好 因為你得到一個隨機變數的話 你比較容易對它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特別是如果你有好多個隨機事件 要一起考慮 比如說你今天是考慮這個一個商品的QR 如果你今天有100個商品在你的店裡 而且你要訂貨的時候呢 他們一定要一起訂貨 因為你就是一個供應商把貨送來 那你實際上就是這100個東西 就是要一起考慮 但是你有100個過去的需求 你並不是把過去那100個需求都加起來 變成一串數字嘛 你理論上是把100個需求 伸出100個隨機變數 然後把它們加起來 還衝殺毀啊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簡單來說 這是你在大學念的東西還是有點用的 好 那最後就是 好不是 By the way 這個圖是用python化的 所以你寫幾行程式 可以畫出這樣的東西 那給大家稍微妙眼 這個python的程式碼呢 基本上就是會先幫你算出這些該算的東西 然後這個回圈剛剛看過了嘛 每個R你去試一下 根據過去的sales 你會算出total cost 如此之半如此之那半 然後呢 如果你有把剛剛的所有的成本都記起來的話 那你可以import某一些未來我們會教你怎麼做的 Library或者是package 然後呢呼叫他們底下的一些plot的函數 plot的聽也知道要幹嘛去畫圖嘛 然後呢稀稀花的就可以把東西畫出來 大概是這個感覺 好 那這個東西大家先想像一下 說有一天會做得到就好了 大概是第二次期末考完 我們會跟你講 怎麼樣寫一些程式碼畫出你想要畫圖 到時候再說 好 所以今天有幾個問題啊 如果你也想要optimize Q的話 你會怎麼做 簡單來說就是剛剛那個回圈會變成再加一層 對吧 給定Q是30你就這麼做了 那現在就是Q可以從0到100 你就加一個回圈在外面0到100 這件事情就搞定 所以你想像一下這個是作業3的話 你會怎麼寫 就是那個樣子寫 好 好 那如果我們有multiple product from independent re-ordering operations multiple product and if prefer to combine their purchasing order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嘛 然後最後就是 如果你的sales發生的時候呢 不是過兩天再補給他 而是當場就消失的話會怎麼樣 就是一些很typical的 operations management issue 如果你往下學的話 這些東西都是會提到的 那不過你很明顯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東西程式設計 會幫你一些忙 就這樣 好 最後來講一點demand forecasting的東西 那 demand forecasting啊 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我剛剛講的一些什麼隨機變數啊 什麼需求分布啊 這些東西有點像 就是你通常如果修過統計學的話 剛剛那些詞應該都聽過 什麼隨機變數啊 什麼prosome分布啊之類的 那有一些同學在這裡年級偏高 如果你沒聽過的話 那就是挺不妙的啦 那如果你現在大一的話就還好 但是到時候上統計的時候 記得要好好上啊 然後demand forecasting 在很多統計學課本裡面 都有一個chapter 是講這些簡單的時間序列的demand forecasting 那我們也幫你講一下 沒聽過的當預習 聽過的當複習 好 需求分 需求預測很顯然的 是一個 我們不管是做inventory 聘人 plan我們工廠的capacity 或者是溢價 都需要煩惱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是很重要 然後呢 demand forecasting 有很多種做法啦 通常你一定會看past sales 那現在這個年頭 你有很多別的事情可以做 比如說 這很多什麼大數據神奇的故事 大家也都聽說過了嘛 比如說我想要預測我們家的賣場 到底這個賣的東西會賣的怎麼樣 於是呢 我們就去偷拍別人家的賣場的停車場 看人家停車場到底停了多少車 然後呢 用這個東西當一個數據 然後怎樣怎樣如何如何的 這個有興趣的故事 大家就多聽聽 好 那總之呢 past sales是最基礎的嘛 所以今天我們雖然有很多方法 但是呢 有一類的方法叫做time series 它的意思就是 根據 有一串數字 他們是以時間做他們的index的 今天的sales 明天的sales 後天的sales 依此類推 今天的股價 明天的股價 後天的股價 依此類推 所以做finance的人 有非常多人 都會去研究time series 財經系事實上有開這個課 然後做財工的人 有一大堆的人都是研究這個東西的 好 然後呢 moving average的話是什麼 是一種很 基本到不行的時間序列的方法 聽過moving average的舉手 大概一半吧 好 那我就從頭開始講 它的原則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說 我們相信下一期的需求 應該會是前N期的需求的平均 好 那moving的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會一直update我們的這個reference window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給你10期的資料的話 然後我跟你說每一期是前三期的平均 那你的第四期就會用1到3期來算 第五期會用2到4期來算 依此類推 你就會這樣子往下moving 往下moving 就叫moving average 那上面這個概念聽起來也算make sense對吧 就比如說你家在隨便 鹿港 不要鹿港好了 彰化的某一個小鎮賣結冰水 結冰水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結冰的水嘛 或者是賣礦泉水隨便啦 反正是賣某一種飲料 然後呢 你們的小鎮也蠻正常的 每天就是一些人上班 一些人下班 然後有一些人跟你買水來喝 大概也沒有什麼特殊的pattern 然後呢 人們喝水的需求這些年來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你基本上就是假設這個需求是stationary的 就是平均數每天都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每天有的時候賣多有的時候賣少 就是random而已嘛 所以你要預測明天的需求的時候 就看看最近幾天的平均值 好像make sense 那你會看最近幾天 而不是看過去30年來的平均值 也很合理嘛 因為人會移出去啊移進來啊 天氣會變熱啊什麼之類的 大家一起講 好 所以呢這是一個example 假設過去一共有這10天的需求量 然後呢對不起 銷售量需求量都可以 然後呢我們今天做forecast的話 這三個數字的平均數 我們就當作是這一天的forecast 這三個數字的平均數 就當成是這一天的forecast 依此類推 好 那這個時候可以馬上注意到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方法很簡單 你已經懂了 所以這個是好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如果站在最後一期 也就是站在18這個數字結束的時候 那我要往後預測下一天嘛 也就是說過去這些事情都是知道的 我要往後預測下一天 我會拿19、10、18來做平均對吧 那我為什麼需要下面這一串數字 有用到嗎 在我預測明天的時候 沒有用到對吧 沒有用到 並不是每一個time series的方法都沒有用到 有一些就有 比如說可能有些同學聽過 exponential smooting exponential smooting 就你可以說它有用到 雖然你也可以說它沒用到 那其他當然還有更多 所以這個是有可能的 不過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算前面這些數字 大家可以疑問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告訴大家 那moving average的東西有幾個好處啦 第一個就是它make sense嘛 理論上如果期望值存在的話 我們做幾期平均一定會比較接近期望值 這個方法至少會比你每一天都盲目的相信 明天會跟昨天賣一樣多 這樣就是一期的moving average 通常都是不會太好 那第二個呢就是smoothing 這件事情對你要訂貨是有幫助的 這個跟預測沒有太大的關係 純粹是跟上游訂貨的時候得到的好處 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啊 我今天假設有一個預測方法 這個預測方法出來的預測值會跳得很厲害 預測明天30 預測後天300 然後再大後天又變成28 假設會跳得很嚴重的話 那你要訂補貨會造成訂補貨人員 和你的上游的困擾 但是如果你預測出來的值呢 是偏向平緩的的話 就比較方便 那當然如果你能知道哪一個方法 預測的比較準的話 你還是會選比較準的那個方法 但如果你不知道 就是都equally的有可能不好的話 平滑的那一個或是平穩的那一個 至少作業上比較方便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implement一下 今天呢 資料先給你 然後我就用豆點把它切開 然後呢 我算一下為公有幾期 對於每一期 我呢 去把這個資料轉成整數sales 所以在ok 然後接著我得要告訴我說 我是要用三期移動平均 還是四期還是兩期還是幾期 我們要輸入這個n 輸入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先準備我們的forecast的這個list 現在是空的 我要來裝這些21、22、20之類的數字 那麼怎麼做呢 我的這個t 它今天就要開始跑 那t不會從0開始跑 因為你如果n是3的話 你第一個數字 就會是裝在第三個格子 I mean第四個格子裡面 前面三個是na嘛 所以我們就試著做這件事情 我呢 sum一開始是0 然後我去把過去三期的需求量加起來 然後呢 我去把它的平均數存到forecast 這東西裡面 在這裡注意一下 首先 我去把前三期的值取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回圈i是跑1 假設n是3啦 那這個i就會跑1、2、3 對吧 每一次呢 我就去從現在所在的t 往前-1、往前-2、往前-3 所以如果我的n是3 我的t就會從3開始跑 那我呢 往前-1、-2、-3 就去取012 我就會去把第0個、第1個、第2個element取出來 那就是前三天的需求量 然後取出來了以後呢 加起來 然後再除於n 然後再append 就可以啦 那如果你是n是4、n是5、n是6 這些線都沒有問題 這樣OK嗎 然後呢我們append 是直接append到forecast裡面 forecast也開始是空的嘛 所以它裡面就會有第一個數字、第二個數字、第三個數字、第四個數字 所以最後你的forecast裡面存 並不會真的挖三個空格存na 沒有意義嘛 你就從這個數字開始存就好了 那你知道n是多少 給你這一串的數字 你自然就知道這個數字是第幾期的forecast 那這樣子這個資料表現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 那預測完了 就把結果印出來 對於sales 我們就去印 就是0、1、2、3 我們就去印它 然後呢 對於forecast 我們也去印它 但是我forecast呢 會從該印的地方開始印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這個 把sales和forecast 相對印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印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那 這裡我們sales stream已經弄好了嘛 所以它ppart已經切好了 我只要告訴它n是多少就好 所以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讓n是3吧 它就印出了長得像這樣子的東西 好 sales沒有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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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開始 sales有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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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類推 然後呢 這裡是今天 這裡是明天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 但是明天的forecast是有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時候啊 你就會覺得這個表有點稠對吧 因為有的時候這裡往左飄一下 然後有的 然後這後面這個東西又一大堆小數點 你可能就會想要把它就是美觀一下 比如說你想要把他們用靠右對齊啊 或者是這個小數點取到兩位就好啊之類的 這些事情都可以做 不過需不需要做可能不一定 主要是看你要幹嘛 你們以後大部分都不會做IT 就是公司裡面你進一個公司你可能會進行銷部啊 業務部啊生產部啊這個財務部啊什麼的 大部分應該不會進資訊部 如果你進資訊部你們寫的系統要出報表要好看 那你就需要搞這些排版的事情啦 但如果你只是寫的是要給自己用的話 那這樣子OK嘛 所以我們這課也不會教你很多排版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事實上進資訊部的人也不一定會排這些純文字的東西 因為你真的寫系統要print out result 或者是你要出一個表格什麼的 很多時候都是要搞圖形界面嘛 你不會真的在這邊調這個 這個空一格這個掃空一格 意義不是很大 所以這個時候呢 學期的最後面會有一個禮拜 講一下圖形界面大概是什麼意思 然後可能會怎麼做 到時候再來煩惱美觀度的問題就好啦 好 那剛剛的東西是可以畫出來的 這個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們剛剛說 為什麼你不需要關心排版 因為你真的要呈現的話 搞不好會畫圖 那剛剛的排版的問題就全部都消失了嘛 所以呢今天你有Sales 你有Forecast 如果你今天用N等3 或是用N等2 那畫出來的東西就會不大一樣 那當然預測值也可能會略有不同 那這個時候呢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你如果N設的比較小 那你的綠色的線就會飄得比較嚴重 但如果你的N設的比較大 你綠色的線就會顯得比較平緩 這個也是很自然的對吧 所以你用來Average的Period 設的稍微多一點的話 你的這個線就會顯得比較平一點 但反之就會比較陡一點 那就同樣就是老問題啦 那我到底是要平一點還是要陡一點 取決於哪一個預測的比較準對吧 到底是3比較準還是2比較準 還是其他的數字更準 那這個時候歷史的這些預測值就有用了對吧 我怎麼知道我今天到底是要預測28.3還是28.5呢 可能就是我要問我自己 到底是N等於3比較準還是N等於2比較準 那就看過去的這些日子裡 到底是3比較準還是2比較準 我們就把過去歷史的Forecast的Value 和歷史的Historical的Value 拿來算一個誤差值 如果算出來誰比較準 我就用NAC去往後預測 也是一種做法啦 你實務上會需要做一些調整 但基礎是這個 好所以我們來選Window Size 今天呢Window Size通常是2到6 這個是實務上的 通常是這樣用 那沒有一定 所以就總共參考 所以怎麼選N 通常你可能會用點Domain Knowledge 比如說 如果你每次訂貨是一個禮拜訂一次 然後你每一個月每一個月會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 那你N可能就會選4 可能是這樣 但是呢大部分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Domain Knowledge沒有辦法幫上什麼忙 因為2跟3跟4實在是看不出什麼差別 你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來Learn一下 這東西有一點點機器學習的Feel 雖然還差得很遠 Learn什麼呢 就是我想要知道我的這個演算法 的某一個參數到底要是多少 會讓我的演算法表現得比較好 那這個參數是多少 的這個學習的這個活動 本質上來說就是很多的機器學習的工作在做的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去學機器學習的話 或是你現在如果就已經學過了的話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在train一個model 或者是我們在讓我們的model做learning 就是為很多資料給他 讓他看看如果我的參數設這樣 結果會如何 參數設那樣結果會如何 然後挑最好的那個參數 只是我們不是用這樣子一個一個試試看的方法 可能會用比較聰明的方法 那就是機器學習 好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來看Petsales 然後問如果恩赦那樣的話會怎樣 那今天在learning的領域裡面 有所謂的training set和testing set 和很多其他的set training set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我歷史上我擁有的資料的一部分拿來 讓我可以去compute我們的一些parameter 然後用testing set去試試看 如果我apply這些parameter的話 會達到怎麼樣的效果 那比如說如果各位 欸不對大家都念過高中 回歸 回歸學過吧 回歸這東西呢 本質上也是給你一大堆歷史資料 X1 Y1 X2 Y2之類的 你就啪的一下伸出一條直線來 直線有什麼決定 有什麼參數決定呢 斜率跟截距嘛 所以你用那些歷史資料來 取得其中的一些點當training set 你就會算出那個回歸線的截距和斜率 所以那你歷史上假設給你100個點 你可能會拿其中80個點來 算出截距跟斜率 然後呢用這條線 去對剩下那20個點把X丟進去 伸出Y來 看看預測的有多準或多不準 來看看到底我這個回歸線 歐不OK 類似像是這個意思啦 好那今天 moving average不需要training set 因為參數就是23456嘛 沒有什麼好算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大概就是說 好那我們就拿全部的past sales 來當testing set吧 所以我得要有一個辦法來衡量 我們這個預測的準確度 或者是performance 那麼呢 一個簡單的做法是這樣 每一天 小T就是一天 每一天呢 如果那一天有forecast value的話 我們就去算到底誤差 高估低估了有多少 那我們取絕對值 不然高估跟低估就會互相抵消了嘛 所以我們取絕對值 然後把他們逐天全部加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一個我們叫做 min absolute error的東西 叫做mae 那mae呢越小 當然就是表示越準的意思啦 那你實際上不是一定使用mae 比如說那個地方為什麼要取絕對值 平方也可以對吧 或者是算出這樣的東西來了以後 有的人會去處理實際值 算出一個error的percentage 那都可以 到底要用哪一個比較好 這東西也是有學問的 你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題目 不同的數線的性質 可能會有好或不好 那有一些人學問也沒有太多學問 但總之你念大學學的東西還是有用的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把這個 這個learning process來這個implement一下 首先 我有一些given的information 我做一些processing 然後做一些processing 好現在呢這個數字都已經 備好了 那現在呢我 不要 我不要做的事情是給另一個n 而是我的program要去找最佳的n 所以這跟剛剛很像 我呢無非就是在我現有的東西外面再包一圈 我呢要把n拿去try 23456這些值 那麼一開始我先假設 最好的人是第0個人 然後呢mae是100萬 或是1000萬 然後呢我就開始試 每一次呢我就把forecast 算出來了以後 我就去計算 我這個傢伙 這個single的這個人的ae是多少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去看那許許多多的預測值 許許多多的預測值 落在這個範圍內 我要去把sales-forecast 算出他們的absolute value absolute value這個東西 應該有些同學也試用過 總之就是你把數字丟進去 他給你絕對值 好有了以後呢你就一直累加一直累加一直累加 因為你有好多筆好多天 每天累加完了以後呢你就算 我到底這個除下我總共有天數 我就得到mae 然後你就看我這個item 我現在是某一個參數 我這個參數的mae 有沒有比目前的最佳參數的mae來的小 有的話就update 沒有的話就不要 好 那麼呢這樣子 這個23456 各try過一次了以後 我們就會知道 他們之中誰表現得比較好 就這麼一回事 如果今天demand歷史私訊長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那在那個例子裡面的最佳參數就會是2 那2是怎麼來的呢 你看一下藍色的線的話 藍色的線在歷史上它就是波動很大 既然波動很大 如果你的N射的很大的話 那它就比較追不上這東西波動的速度嘛 所以自然表現得就比較差 大概是這麼一回事 不過實際上你們家一定就是賣幾百幾千個商品嘛 如果你是零售店的話 如果你家開Amazon的話 那就是幾百萬個商品 你不可能每一個商品都把它的這個歷史的銷售pattern拿出來 在那邊用眼睛看說 我們這個是3啊 這個東西看起來這個跑得很快 跑得很慢之類的 應該是沒辦法 電腦還是可以幫你一些忙的 好 這個裡面就是N等於5的話 你這個跑的速度就很慢 跟不上它這個劇烈變化的速度 N等於2在這個例子裡是比較好的 那反過來說呢 我們今天如果我生成另外一組數列 看起來是震動的很快 但是這個時候反而是5比較好 2比較不好 原因是這個震動的實在是太快了 每次就是上然後下下然後上這樣 那你2的話呢 每次就是會剛好猜錯 因為你看前兩次很高 你下一次就猜很高 然後剛好它下一次就變小 以此類推 所以呢 這也一樣 就是你靠肉眼實在做不了什麼事情 你就靠電腦吧這樣子 好 那當然 如果你現在心中生起很多疑惑 就想說這方法感覺不大OK 也是應該的 因為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不然如果這方法就很OK的話 那大家也不需要研究什麼新東西了 OK 但是呢精神都是差不多的 我今天不管是回歸也好啦 或者是變形的回歸也好啦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什麼決測數啊 決測森林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精神都差不多 就是我得要去就我的這個預測演算法 去搜尋它需要的參數 搜尋的方式就是用trainingset來算出一些數字來 然後用testing set來測試看看 那電腦或者說欸 電腦的好處是它可以很快幫我們試各式各樣的參數 學者的工作或者是工程師的工作就是 我不要試全部的參數組合 那樣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對題目做一些分析 把不需要測試的參數組合刪掉 或者是用比較有效率的方式去搜尋 那那個就是其他的事情啦 好 所以今天最後這個 如果你今天在做這個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說我想要在比較靠近的這個日子 放比較大的weight可不可以 我們剛剛是前三期 那weight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如果我想要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二分之一 也可以嘛 你就改一下你的program就好了 那甚至你可能會問自己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比較好 還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比較好 就多一個parameter要學學看 就外面再包一層回圈嘛 如果只有這個辦法的話 再來就是 如果我不想要用mae 我想要用別的 可以嗎 可以 你就去改那個code就好了 然後如果我知道 其實每到週末就會賣得比較好 那我就得要做點事了對吧 我可能要看看歷史上 週末平均會比週間賣得好到什麼程度 那也許我預測的時候 要把這個效果消掉 或者是如果我知道天氣會有影響 而且我有天氣資訊的話呢 那就是你的程式要寫得比較複雜 那於此之前 你需要有一些相關的專業知識 所以寫程式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但也不會解決全部的事情 你一邊學習各式各樣的知識 一邊學習各式各樣的工具 你也可以說程式設計是一個工具 或者是一種思維 但總之它是來幫你學習用的 大概是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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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